我應該知道是誰了 猜出來 妳說我們兩個好不好 這個我知道了 這個妳現在在哪裡 結婚了 有 在前一段日子 她有回來上個打牌的節目 對 很火辣的一個女生 她以前算紅嘛 然後身材很好 沒有啦 其實因為你們兩個 就是外型可能還有一點競爭關係 很競爭啦 然後後來我們又住在一起 所以我就所有的女朋友跟妳講 妳神經病啊 妳發的披風啊 妳什麼什麼的 我們不要跟妳做朋友了 那我還是繼續跟她做朋友 是 然後就又招了一次 柳姐 那時候妳還沒有拍戶嗎 那時候妳都已經當完女主角了 我跟妳講 她為了證明什麼 妳知道嗎 她只是為了證明 她的眼睛是 我覺得那個女的 應該給妳放什麼浮躁啊 客戶啊 最好 對啊 應該嚇死吧 我們聽到都氣了 妳拿什麼一吃兩吃 後來 羅姐 妳真正的跟她決裂 是為什麼 我真正的跟她決裂就是 我又找妳回來跟我一起住 是 這麼多人反對 對不對 妳竟然還在這裡面 還弄我 對 就是弄的東西就是 譬如說 有大弄也有小弄 就是一直弄 譬如說我們住在 譬如說我們住在一起 譬如說我們住在一起 有時候她回去她會 就是跟我說 對不起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她去她的房間 然後羅姐第二天又發現 我怎麼又招小偷了 是不是類似像這樣 對 我男人被偷了 我的天啊 越偷越大了 什麼 妳有抓到了 什麼 我整個崩潰掉了 是 然後後來她就到香港去發展了 是 那羅姐妳現在 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她說 沒有啊 她回來我還是請她吃飯 我有手機 新手機 她也有新的手機 妳說後來妳們還有繼續聯合 我還是請她吃飯 是 對 還是跟她出去 因為她老公講了那句話 我想說我人也那麼老了 再交朋友也交不到幾個了 有什麼事情可以原諒的 都可以原諒 所以小甜甜 她對我做這麼多事情 我都能原諒她 妳啊 哎呀 是的 聽完了羅姐的告解之後呢 我們現在邀請我們馬道 是的 來為 其實我們今天穿這樣是有 是有名音的 對啊 這樣才能過去玩很重要 但是我雖然是不太會啦 但是我願意澄清地試試看 是 剛剛 劉姐把這個符咒已經寫在這裡了 是 所以我要唸一段咒語了 好 天靈靈 地靈靈 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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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話解了 好 話解了 其實這個就是話解了 接下來呢 也就是我們的秀惠姐 對 我們來聽聽看她要告解的是什麼事情 要先去那邊嗎 請上 好 我真的好羨慕羅姐 怎麼說呢 因為羅姐的 偏青賽組人家都已經移居美國了 對不對 多好 是 沒有移居的還很多在這裡 真的喔 那是真的 那妳把羅姐給我寫 這很大牌嗎 不是 秀惠姐 妳要想好 這個 大哥級的人物 這不是你我可以惹的 這不是我隨便這樣亂牌 一下收掉就解決的 我可以 這個 很大牌 我跟你說 這個 可是故事我們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個太大牌了 這很大牌的故事 你確定還要再提一次嗎 對啊 不要再提了 其實危險 妳在 妳人家那時候人在那邊 妳在 事情很嚴重 我今天是要來化解 好 我來聽聽看能不能解 對 因為 因為怎麼講 這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就是我國中剛畢業 就出社會的時候 那因為那時候 我們家跟他招街 那時候不是 我們都會跑那個歌廳餐廳嗎 那一天都三場 那如果跑北部的 譬如說那時候有什麼 麗生酒店 麗生酒店 你還唱過麗生喔 你什麼年代的呀 沒有 秀惠姐說他父親 對 因為我爸那時候 都會託現他們一堆 對 那因為 那個歌廳要有三場 那第一場白天唱完 鐵定我們要等 晚上那兩場 很多歌星什麼一票的人 都會到我家去打牌 對 就像我們一些 散環班以後去費金家 吃宵夜打牌一樣 意思是一樣的嘛 一大票的藝人 都會來家裡打牌 因為我們家離那邊近 然後每次啊 他就在我家吃喝拉沙睡 那有一次呢 我媽說那你那麼會彈鋼琴 不然你教我拿回去彈鋼琴 好啊 是 好啊 因為他彈了一首好鋼琴 我家有鋼琴嘛 然後他就叫我學… 這彈鋼琴 不曉得是有催琴的作用 還是什麼 對 因為那時候其實 都是琴 初出茅座啦 一個小毛頭 真的沒有遇到一個 沒有遇到那種拉中 這樣不是要化解嗎 江湖座師在這邊喔 對 不是 我跟你講啊 那個死人喔 他講話很賤 對 沒錯 可是他一坐下來 一唱歌 就很魅力 那個真的叫做有魅力 請問不要讓他對著你彈琴 他很會逗人開心的方法是這個 他琴歌寫得很好 真的 對 他琴歌寫得很好 有寫過暢銷歌嗎 太暢銷了 我跟你講現在還是那個KTV 那個台語排行榜 前三名一定有那種 我跟你講 哦 那個人想要再吃喔 殤陽校會最深的初戀究竟是誰 羅美媚驚爆演藝圈 打個打害人世紀 下個現場 驚叫連連 他很準的 在後台的時候有多屌你知道 因為他那時候真的很有才華 交了一個交了一個 我等一下告訴你是誰 你知道他就這樣 欸 過來啊 然後那個女的就過去了 嘴巴張開 來 真的還假的 真的還假的 在東王西餐廳裡 你輕耶 王環劍地盤 有寫過暢銷歌嗎 有 太暢銷了 太暢銷了 我跟你講現在還是那個KTV 那個台語排行榜 前三名一定有那一首 我跟你講 一定有 她每天都要聽她的歌 那觀眾都知道了 而且這件事情到現在 有一個人哪小人 因為我到現在真的還記憶遊戲 因為人的第一次嘛 總是特別的難忘 你第一次給她 對啊 就是因為很有那種氣氛嘛 很有感覺 然後你看著她彈琴的樣子 然後 就覺得哇 這人怎麼才華洋溢 但是她那時候的臉 沒有現在這麼好看 你知道嗎 她多好笑 她以前在客廳的時候 也是一批狼你知道嗎 在後台的時候有多厲害 你知道 因為她那時候真的很有才華 教了一個 教了一個 我等一下告訴妳是誰 你知道她就這樣 然後那個女的就過去了 嘴巴張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在東王西猜天 你親眼看到 太誇張了 左姐 寫下來 寫下來是由排隊去看 排隊 排隊 我們來看看這個 活動台語問是什麼 看看我以為太誇張了 那個女人也很紅嗎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誰 誰 我聽過她 我聽過她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啦 羅姐 我不相信 羅姐妳發誓 怎麼樣 歷史好聽吧 太誇張了 但是她們兩個本來是 這個我 這個傳言有聽過 我聽過 我跟你講這個人沒辦法提示 我說了是不是謊話 不是吧 不是 我聽過 對 這個人沒辦法提示 這個真的不能說 她在人獸這樣子啊 對 但是那個女的那時候 還沒有紅嘛 她現在也很紅 但轉戰另外一個領域 站場 對 另外一個領域 所以她那時候 那個女的那時候 還不是什麼演藝圈的 第一女主角